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于阳先生之外 还有另一位是黎小田先生 他什么时候会出现的呢 在你的感情路上 黎小田其实同声就认识他 但不会这么小过拍拖的 不不不不 同声认识他因为他在片场 都是我们在大观片场 他走来走去 他很沙沉的 很聪明的 有点欺负人 我们觉得他很英俊 他小时候很英俊 后期我就没有跟他合作过 反而Bobo和王爱明跟他合作 后期就是因为我语片色微的时候 应该是七十年初的时候 语片色微 方方就去了美国读书 然后宝珠又去美国读书 我就签了日本一间警力人公司 就是跟这个唱片公司 在Victor那里录唱片的 但是我就去了半年 都没有出到唱片 但我在香港已经出了 几十个唱片 我爸爸就问 为什么半年都不能出唱片 其实原来日本是很严格去训练你 他真的起码训练你一年 才帮你出唱片 那两个日本人 经理人是年轻人 我三个月回来 做一个working permit 一次 他就猛赞我 就说我很好 我爸爸听听之后 就担心 这两个日本人 会不会追求我的女儿 就是一赞就担心 因为我爸爸是英军 跟一个日本人打个仗 明白明白 有点阴影 他就说 咦 这样 他回来之后 他就说 不做药 不去 不让我去 我那一次是很失落的 不是因为那两个日本经理人 而是我想着自己 一定可以在日本发展得很好 第一 我的样子是孩子气样 哇妈妈 他经常说 Kawaii ne Kawaii ne 第二 在日本那段时间 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他们唱跳 而且他很注重台风 每一个星一出场 那一刹那 令人吸引你 那个形格很重要 我学到很多 那半年 那我就 没有了我的机会 没办法 我爸爸不让我去 那我就去了 越南 星马 菲律宾登台 那我就学 登台得取很多经验 就是观众喜欢什么 因为登台 所以回来做了一个综合性节目 综合性节目 就叫我做主持 那我呢 那我呢 那时看了 那时呢 我就看 Sunny & Share的节目 我这个节目很好看 一个男一个女 又有搞笑 衣服又漂亮 我说 我想找个拍档 你找谁呢 我在想 那时他们有推荐过 陈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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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音乐很好 又够英俊 刚刚出道 刚出道 真是不够水准的 我想找一个 在音乐方面帮到我的人 但是 陈伯强 他怎么搞笑呢 他不搞笑 因为我要做笑话的东西 那你有考虑找到陈伯强呢 没有 没有 没有考虑陈伯强 他不搞笑 他胖大大 又肥嘟嘟 又和我差不多高 又不会抢到我镜 因为他不是英俊 他是鞋角 啊 不如找他做 那我就立刻 和麗的那时 是麗的 你可不可以 和我联络黎小田 我想请他做节目 那就是做了这个 家宴宇小田 就是这样 那家宇小田呢 就是那个成功呢 其实 麦克尔的功劳很大 是 因为他很搞笑 而且他在音乐方面帮了很大 但是 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 他不能捱的 那很多时候就很埋怨我 就是 就是 说我做多很多功夫 又说我呢 做监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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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呢 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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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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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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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拍檔了四年多 有這麼久? 有四年多 對我都很好 但回頭回頭 我父母都不喜歡同學 始終過不了過關 在那段時間我就想 如果繼續做下去 他又對你這麼好 我都很怕自己會有什麼問題 我就說不做家宇小田 我直接退出幕前 因為在那段時間 我就認識我的前夫 不如不做幕前 我去結婚 就是這樣 這樣就很感謝家宇姐分享 這麼私隱的事情給我們聽 是啊 想不到後期會和Michael 做這個流行經典五十年 是嗎? 當然了 做成功的節目 也是因為我回無線拍《真情》 是嗎? 是 為什麼呢? 因為我離婚了 有一天 阿斑斑和衛天賜婚禮 我遇到她 那她呢 她呢 看見我便說 是 是呀 你離婚了 我說是呀 是呀 是呀 早知道嫁給我便好 哈哈哈哈 我以為她說恭喜你 哈哈哈哈 她說了一句 不要說這種話 不是呀 有些什麼呀? 我可以幫你 是呀 你告訴我 有什麼可以幫你 她說 沒有呀 沒事 找我拍劇集的 不知道真情 所以我 薪金不太好 所以我 唉 我都不打算做 蛤? 是嗎? 為什麼你不找阿Ben Chan 我說 Ben Chan Ben Chan 她以前和我們家院小田寫稿呢 那個Ben Chan 原來Ben Chan已經升了做 藝園科的總管 剛好 一轉過來 Ben正在走過來 即是注定的 即是注定 她說Ben 你為什麼欺負阿嘉燕姐 阿Ben都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是珍姐他們找我 那Ben回來和珍姐聯絡 珍姐說 她又沒有跟我們說 錢少 她只說不拍 那再叫我進去 當然 有加薪金給我 那就拍了真情 也是小田的幫忙 所以當我再做來紀念十年 如果做一個這樣的音樂的節目 不可以沒有黎小田 所以我又約她出來吃飯 她說 我不做了 我說你給我面子做吧 她真的給我面子做 做了四年 所以 Michael我很感激她 當然她現在不在 我都說我永遠感激她 在我人生裡 她幫了我很大的忙 尤其是流行經典 其實她生病那段時間 她還跟我說 她說 我好回來 我也回來和你做一輯 《流行經典十年》 她還是這麼說 很難忘記她 是 沒錯 一個很好的拍檔 她也很有才華 是的 她作的歌到現在都覺得很好聽 是的 經典名句 每個人都還用她 原來就是這樣入行 是的 就是進入電視圈 靠黎小田先生 是的 真情是一個新高峰 另一個新高峰的無線 就是皆大歡喜 可否分享多一點 我知道這套 直播 都應該有很多趣事分享 《街大歡喜》 其實真的拍得很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這群拍檔很厲害 我和這群拍檔一起合作 我跟他們學了很多東西 因為他們的節奏比較快 例如阮兆祥 謝天華 趙學二 梅小偉 阮琴丹 鄧紹磚 林文龍 他們平時是很頑皮的 但是呢 他有時候把頑皮的方面 放進氣裡 因為節奏感 所以大家會覺得 咦?很有火花 這件事我真的跟他們學習 那拍是辛苦 因為古裝的時候 是很辛苦 熱天 每個人都說 剝了頭套是出煙的 你說多辛苦 還古裝 衣服濕了 那你又想不到 拍出來那個反應是這麼好 最初是想著拍百多集 後來呢 我們拍到七百多集 街大歡喜 街大歡喜 也都令到我呢 是怎樣 事業另一個變風 真的 因為那個戲呀戲呀戲呀戲 現在就算小哥都會唱 我的孫仔都會跟我唱 那些字 他不懂唱那些字 他是 嘩嘩嘩嘩嘩 我給你一條片 我給你 放在網上給大家笑 好啊好啊 好啊 正能量 他能解釋 其實說 一家人呢 都是要團結的 那我一家人 遇到很多困難的嘛 但是怎麼去解決呢 當然旅台又有些事事非非 那些搞笑的東西 那由古裝去到時裝 現在我就算回到內地 很多人都有看街大歡喜 都說好看 那也都帶協了我們呢 我想我因為街大歡喜登台的次數 超過二百幾次 那這方面大家都有少少進帳的 都是開心的事 那拍攝過程是辛苦 但是是開心 那最近就算台慶頒獎典禮 那志偉哥都說 都是找回街大歡喜這班人回來 和大家重回一下一個記憶 凝聚一下 那我才發覺 哇 我跟阿珍珍說 街大歡喜原來二十年了 到現在二十年了 值得紀念 是啊 大家還是記得我們這班人 想起當時的情景是怎樣 啊 這個是很難得 其實我要感恩就是 我入行 看先啊 六十六 六十二年 難得是觀眾一直外大支持 因為不容易的 好像真情復出的時候 我已經是四十幾歲 我就說 咦 我會不會是因為這件事 好衣 紅幾個月就沒有了 我真是害怕的 所以我都說 我一定要 努力一些去創造一些新的機會 創造一些好的角色給大家 好幸運 就是好衣之後 公司又給我街大歡喜 然後呢 又十月初五的月光 下了一些好的劇集 劉行經一些都做成四年 是 這些是難得的 是 觀眾的支持 我是很感恩 是 那 怎樣去感恩 多謝大家呢 就盡我努力 是做好我自己要做的工作 尤其是最近我拍《新春開運王》 都帶了很多玄學上的知識給大家 都希望呢 隨著這個節目呢 大家可以在這個疫情裡頭呢 可以轉一個新機 怎樣可以維持保持自己的健康 在經濟上呢 可以怎樣站穩的腳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 我今天上來的這個節目 其實我很開心的 你讓我暢所欲言 就是好像 傾氣這樣講一下自己的心得 或者趣事的分享 那 都是多謝大家 那當然呢 你要看回我們以前的戲 當然要上TVB的Youtube 看這個影片 沒錯 因為 裏頭很多片 是值得大家去重溫 那 我聽 DC說 你們還有一些分享 寫 寫 那些人寫了英文上來 對 講武套電影 那些東西 各方面 都寫得很好的 這方面 也都是 就算做觀眾 或者朋友 去分享你們的 那些評語 都是一件好事 絕對 是的 那佳儀姐說 《街大歡喜》 你經典的十字簿 是否在《街大歡喜》 那個時期創造出來的呢 是 其實一個十字簿 大家要知道 其實是我們中國古典舞的 一個基本法 所以看到 很多時候那些大媽在廣場跳 一定有十字簿 因為這個是基本步 那我當時 《街大歡喜》 為什麼 十字簿已經練定了 即是我們什麼時候一起去登台 那麼 有沒有懂得跳十字簿 你沒有分去登台 那時候是開玩笑的 所以呢 現在就每個人都說 哎呀 跳十字簿 就是這樣 這個很殺性 即是你學會了 即是 是呀 是呀 其實 你以為是只有四步 但是呢 跳得好 都真的要學做這個基本法 以及將它演變成一個舞蹈 是一件好事來的 也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尤其是疫情 你沒有辦法出外的時候 你在家裡看 來一起跳都可以 那我們鏡頭後之後 佳儀姐你教我和樂怎麼跳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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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佳儀姐今天真的很開心 我小時候就在電視機看你的節目 是 從來沒有想過可以和你同框一起做節目 是嗎 所以你達成了我的夢想 還有很多事情想和你聊 不過時間有限 真的聊不完 那我們講多集吧好嗎 當然好 你走吧 求之不得 是啊我也喜歡 好啊 多謝你先了 那我們約個時間 好 下一集再見 好 各位觀眾記得訂閱我們這條頻道 不會錯過下一集我們和佳儀姐 繼續談語場片的事情 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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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你開派對 玉鳳 你去不去 我不是很想去 你不去我也不去 喂 喂 這是我們的地頭 你們在這裏撈的 這樣都不給面子 是嗎 玉鳳 去吧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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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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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迎賢青春 遙風天舞蹈 啊 青春樂 淫那春光烈露 個個妹妹 伴侶你我甚至無 將恨雙擁抱 大風騷 靈熱似烈伏 大甲愛飆露 光影流星 回味無窮 重榜重新駐造 4K高清粵語長片陸續上架 超過半個世紀的珍貴片段 4K打造重新出發 立即加入粵語長片同學會 轉向4K高質影片 齊齊見證 經典名片 歲月不流行的奇蹟 會員專區每月推出多套精選影片 給同學們先賭為快 一點不能少的精選影片 以完整版視人 喜歡粵語長片的你 又怎可以錯過 我先把那個壞人菇玉行的普通動靜 告訴你 你馬上要記住 那個菇玉行有很多動靜嗎 醜人家人多八怪 但一旦他流口 我可以上來 你…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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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我…你…你… 只需要進入粵語長片台的YouTube頻道 按加入就會見到這個版面 然後再按加入就可以進行登記 還不快點進來訂閱